關心國際間重要訊息 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又有三人遭到起訴 19歲的嫌犯佐哈查納耶夫的三名大學同學 涉嫌向警方提供不實消息 以及在案發之後丟掉嫌犯的電腦和包包 協助佐哈湯滅證據 波士頓爆炸案嫌犯佐哈查納耶夫的三名大學同學 週三首次出庭應訊 警方指出 三人雖然沒有參與策劃爆炸案 但涉嫌湮灭證據 妨礙警方調查 已經將三人起訴 兩名哈薩克男子塔茲哈雅科夫和卡迪巴耶夫 被控丟棄嫌犯的筆記型電腦和裝滿煙火的包包 影響警方調查 至於美國籍的菲利波斯 則是被控在約談時向執法官員提供不實消息 但兩人都通過律師表示否認這項指控 法官認為三人有逃亡之餘 已經裁定羈押 如果罪名成立 三人將面臨二數萬美元罰金 以及五年到八年的有期徒刑 新唐人亞太電視吳伯宣編譯 新唐人亞太電視吳伯宣編譯 六 六 五 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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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